小徐租住在杭州转堂 前几天他手里的菜鸟果果软件 突然多出了两条包裹收件信息 但小徐说他并没有买过孕服装和保暖内衣 根据包裹信息显示 保暖内衣来自巨划算 孕服装来自淘宝 但这两个包裹快递员并没有联系小徐进行派送 小徐回想起来 8月底的时候他也遇到过三次类似的情况 软件中显示商品信息来自天猫 三件快递分别是耳机 护膝和长袖上衣 不过他说那三个快递他是取到了的 但里面都是一些没用的杂物 上面显示的是一个耳机 能点进去吗 但是不是我买的 这边点不进去 无法购买 其他的如果是你买的商品 它是什么样的 其他的如果是我买的话 他这边可以点开 然后跳到淘宝这边来 8月底和9月初的三个单子 和最近的这两个单子 我都是在参加国能看到快递信息 但是没办法点入淘宝订单 因为他这边没法点进去 我只能看到一个标题还是省略号的 所以就找不到这些商家的信息 现场记者先电话联系了 保暖内衣包裹的快递派送员 这个是你卖家刷单的 根本就没有包裹 这是空信封 那这个空信封在哪里 这个空信封在哪个地方 我们能过来看一下吗 刷单件我们签售了 是直接丢掉了 它根本就没有东西的 这个空信封 你们怎么知道 它这个是刷单件的 我们系统上都有登记的 实效测试键 需要您跟发件人核持 小徐表示自己有了解到 许多不法分子都会通过 刷单这种方式进行诈骗 所以他没有刷过单 随后这名快递员 提供了发件网点的电话 但打过去始终无法接通 另外一个孕妇装的包裹 显示是从广东发来的 但东西已经在加兴被签收了 拨打送件快递员的电话 一直不同 对遇到的这几次情况 小徐表示很担心 要是持续下去 是不是会影响自己正常收取快递 我担心这边包裹 空包裹放到快递柜 它时间久了 一来会由于最近风潮这种会产生费用 二来的话 它里面长时间不取 它也会对个人信用产生一定的风险 记者一把小徐的困扰反映给了菜鸟果果客服 您是没有在淘宝上购买过任何东西 也没有经验过刷单 然后会自动跳出来一些不属于您的物流信息 小儿这边会把您的这种情况交给我们的技术 给您先核实的 那相应的商家如果说能核实到 他有这个刷单的行为吗 这个是需要我们的技术 给您先回复这个处理结果的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